好,在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里面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Encapsulation 即是像一粒若圆那样 包装着那个Object 和它的相应的特点 Properties只能够用特定的方法 去改变它的Value 只能够用特别的Method 或者Function 即是你不能随便改变那些Parameter 不可以随便改变的 只能够用指定的方法 这个概念就叫做Encapsulation 例如例 我控制那个Drone的速度 设到它30% 只能够用E的Command One is only one 只有一个方法 去控制它的速度是3% 不可能用其他方法 The only way 这个Method 很明显 其实是一个Function 是Program 在世界里面 其实可能是 用这个Function 去设定 Drone的速度 去到某个% 或者其他都是 比如要起飞 只能够用这个Command 要它降落 只能够用这个Command 不可能用第二个Command 好处就是 令到Object的特性 不会随便被人改变 要经过一些特别渠道才行 有所规范 即是它的特性 可以经过一些有规范的方法 去改变Value 写Program 写Program 就会有规有矩地写 好 第二个特性 Inheritance Inheritance 即是遗传 即是说 这些东西 由上一代 遗传到下一代 即是由Class 遗传到Object 那这个现象 或者这个特性 纯属是刚才我们说 我们写Program Object Oriented Program 是由Class 那很自然就会有Inheritance的特性 为什麽呢 因为我们考虑写Cook的时候 比如它是Flying Drone 会飞的机械人 很明显就会有起飞 降落这两个的method 其实就是function 控制起飞和降落 因为它是Flying Drone 所以一定有这两个功能 一定要有 要不然它怎样会飞呢 实际呢 实际呢 真是Build那两个object 的时候呢 譬如它是 这一只叫Rolling Spider 这一只叫Airborne Caraco 大家都是属于这个class 叫做Flying Drone 所以呢 它很自然就一定要遗传 这两个特性 一定要有 那就是 其实所谓遗传呢 即是说 直接将那个function copy 下去那个object那里 那就搞定 是吧 就是呢 它只会是这个class里面的 自动会遗传呢 这个class里面呢 有些共同拥有的method 譬如起飞和降落 那你写program的efficiency呢 效能呢 就会提高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这一组规划了个class Flying Drone 有这些功能之后呢 你任何以后 加任何object呢 你直接在个class里抄那些code 就搞定 就省了很多时间 因为那些code 是可以重用 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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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那些coding 所以可以总结一下 class Flying Drone 那么呢 下面的object 譬如 running spider Airborne cargo 自然会 inherit 或者copy的methods from the same class 那么 所以写code呢 我由class去考虑先 那你只需要考虑了那些物件的所有共通的methods 和它们共通的特性 那些object的coding呢 相对的简单 那因为呢 只需要copy 那就是遗传 倒帽啦 翻印啦 都是类似这样的名称 好处就是 省钱省时间 好 跟着呢 另一个特性 polymorphism 即是变形的意思 是变异的意思 那刚才我们讲过 class 譬如它是flying drone 会起飞会降落 是一些共同的methods 那譬如它是另一个例子 Rowing Drone 它们会move 会转右 那你也是 照抄楼 下面这个叫bb8 star war 的机人 jumping sumo 或dash and dot only 全部都是属于Rowing Drone 这个class的object 那一定会有 遗传了move 和turn right 是吧 我们叫inherit 的 这两个function 下来 但是其实这里 每一只drone 它都有自己的特性 比如BB8 会懂得点头 另外这个 jumping sumo 和Oli 会懂spin 自转 或者跳 会懂得 jump dash and dot 也会look straight 即是向前望 或者向左 或者向右望都可以 看来 基本上 这里每一个object 其实每一个的下一代 除了说照抄 遗传 class 一些共同的特性之外 它还会有自己本身的特性 还有自己本身的method 或者properties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叫做polymorphism 它有自己一些独特 语众不同的地方 抄得来 不是全部招抄 是有些差异 否则 不然也不用弄到那只 是不同的了 肯定有些polymorphism 才有意思 所以呢 这里就是 显示到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它的好处 有些东西抄 就可以省时间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有些不同的 那我们就叫做polymorphism 那所以最后呢 我们知道了 oo的好处是什么呢 那些coding可以reuse recycle 因为呢 是可以透过inheritance 将这些code 由class inherit 到object那里 那里 那也可以放到其他program 用的 省其他时间 另外呢 oo的program 很容易改的 特别是很大的program 那呢 就 问题唯一缺点就是 programmer 需要呢 有很详细的planning 和策划呢 才去做coding 那所以特别适合呢 是做些很大型的programming呢 就是適合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这个approach 因为呢 它们容易那些呢 和容易去 就是 维护 那是 做一个好处 我可以做的 做一个好处